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14日,哇,只是想說一下娛樂,王子華那些,這樣都可以這麼說告各樣的,這麼厲害的? 不要緊啦,講開要講完他,這個就是王子華的第二集,我講他開拍麥代宗斯,說回立場新聞的消息,有網民發起霸體這個紅色賀歲片,而霸體的時候,子華成那一套自編自導自演自圖腰疤的電影,要爆,麥代宗斯,有網民斐爾的,原因就再說, 對於這個片酬方面,由於人工問題,這個子華是改了在深圳那裏取景,即是在深圳開片,那子華呢,今天就拍片解釋,即是,昨天的事應該,1月12號拍片解釋,那就說呢,自己賣了層樓去拍戲的, 這一點先說,就是部分場景,就不是全部場景的,部分場景在深圳那裏拍,因為成本的關係,而這套戲呢,就不是合拍片, 啊,那講了你聽,不是合拍片先啦,什麼叫合拍片啊,就是為祖國歌功仲德那些呢,就叫合拍片啦,那其實我都想拍合拍片的咯,就不知道準不準上,就是可能太腦骨那意思而已,不過我那些合拍片是歌功仲德啦, 擦十字架好東西,擦得漂亮,將所有佛廟剷除,活摘器官做得好,北京九玉節不同凡響,沙士,是訓練武漢居民免疫力的最好方法,山東號鏈贏列根號,那我那些歌功仲德,又切實相信,那沒理由不讓我拍啊,是吧,合拍片啦,那子華就說,這部戲,完全只是想給香港人看,就是他不會拿回去看, 廣東看啦,那但是說句,不合聽的話,我覺得子華那些戲呢,很Local的,就是很本土意識,本地化的,例如之前,一蚊雞保鑣那一套呢,他是說了那種,不過很早前啊,你要說回是03,04年那些時期啦,可能,就是那種呢,那時候是有很多那些叫傳銷啊,啊,就是所以,什麼不灰鞋啊,跟著一蚊雞保鑣啊, 啊,其實就是第一代呢,探討這個叫做,祖國的市場有幾大啊,啊,在那說,我雙鞋就算每隻賺一元,如果全香港人都跟我買一雙鞋的時候啊,朋友的朋友又有朋友,嘩,到時,就有幾百萬賺咯 那這個概念推而講之啊,就當然是祖國的14億市場啦,對不對?而片裡面呢,他好像在屯門住的,一蚊雞保鑣那裡 而又由於雲車浪呢,所以他是經常都不會搭這個Van仔出市區的的,也所以他只不過是一個,那你說本土嘛,他就更加是本土到呢,是區域性的,就是他只會是一個元朗啊,還是屯門的居民 那你說這套戲,又怎會不是拍給香港人看呢?因為一蚊雞保鑣啊,你大陸人都看不明白啦,他根本沒有這個地域概念,根本就不知道你做什麼 就是例如天水圍的日與夜那樣,他超知天水圍是什麼什麼,不過又不是的,如果他是在那些叫什麼,走水貨,可能他都知道一下的,啊,入侵本土啊 那紫華就說,為什麼呢,不會不選去拍這個合拍片呢?那這句其實呢,那個意思是什麼呢?有合拍片找去拍的 而且呢,還還給錢去呢,那你是不是想紫華拍這個合拍片呢?那,最理想的就是,他呢,就在本土那裡,請回本土的人民,然後呢,就開一套本土的戲,只是講本土的 那是不是最純本土啊?好啦,但是現在呢,沒那麼理想了喔,那我給你選擇 他呢,就在深圳那裡拍,就是其實他都是一部分而已,因為要控制成本嘛 那在深圳那裡拍,但是拍的那些東西呢,全部都是給本土去看的 還是理想去呢,就在本土那裡拍,但是拍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合拍片來的 就是人家就給了錢給他的了,他又不用賣樓拍 那如果挨得餓的時候啊,你選誰啊?就是沒那麼理想的時候啊 我給個沒那麼理想的版本,你想拍誰啊? 你是想去收完錢啦,不用自圖腰包啦,不過就請回本土那些員工去拍啦 喂,那他跟CCTVB沒有分別的而已 那不知道啦,我對於這個理想國啊,都有追求的 但是那個問題,當你可望而不可職的時候呢,你會怎樣選擇呢? 不如問自己這個問題 好了,那子華就說,無論題材表達方法呢,都不想有人去sensor我 簡單說呢,他這句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拍合拍片就有人sensor他了 是呀,就是拍合拍片都不是很好玩的而已 你拍合拍片,拍完啦,我當你面向這個大陸十四億人民 那個問題就是,子華把嘴都不知道收不收得的嘛 說了幾句的時候,剪剪砌砌砌 那South Park呢,就是這個,衰仔樂園,講得最好啦 就是那個,那個叫什麼?粉皮啊?還是Luggod? 好像是Luggod啊,那他在那,想表演自己啦 就是有個表演那樣啦,然後那個劇本就在那裡寫了 跟著呢,就有個共幹在後面啦,然後就走過來拿著他支筆 啊,他呢,就寫幾句,那共幹就在那裡刪除一些東西啊,又寫一些東西啊,這樣 簡單說呢,用一個英文字就叫做scripted,這些就叫censorship了 好啦,那子華這裏就說,由新聞裏就知道,有指他收了幾百萬的片酬 那由於啊,要出糧給自己,就是幾百萬,所以呢,成本就不足啊 那結果就令到整套戲呢,要cut budget,cut budget呢,就要回大陸啊,去拍啦 那這樣說啦,那之前呢,子華就拍這個金盆朗口啊嘛 那朗完口啦,那他朗口而已,沒有朗手啊嘛 那不如我又問啦,你覺得子華開一場動督笑可以賺多少錢呢? 這個第一個問題,我不覺得幾百萬咯,即是這麼少啊 好啦,既然是這樣,那人家是不是為了區區幾百萬啊? 那又說剝削啊,各樣呢?你應該這樣想,連幾百萬都收不到啊,大哥 那還有,唉,你說我剝削就剝削啦 那所以他是承認的,的確是有什麼,括著啦 剝削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即是叫他們收便些啊,這樣 那還有,所謂的幾百萬片酬啊,我想說是要應付套戲的開支啦 所以隨時偷雞不著石渣米的,唉,是偷雞不著石渣米 那他都說啦,即是他自己啊,是身兼這個導演編劇啊,分毫沒有收取 實際的情況就是呢,他是要賣樓去拍這套戲呢? 最主要可以忠於他的概念拍出來,那就很好啦 而且啊,這套戲可以為皮的,啊,即是,不蝕已經偷笑啦 他說是沒有信心的,輸小當贏啊,即是他說那個預算啊,是沒有什麼可能翻本 那難得,他拍一套戲出來,你要人貼錢,那你要貼多少錢呢? 那他說,沒有信心,層樓可以回來的,不過呢,如果啊,可以翻翻一點點東西都很好啦 例如,可不可能啊,即是有回房呢?啊,又或者那些廁所飛回來呢?啊,水龍頭都可以啊 這個是說的票房,即是票房收得的,他就可以翻本咯 莫講話啊,他不是為區區幾百萬啊,甚至乎啊,現在要倒貼喔 那,最坦白說的那句呢,就是,賣樓,可以拍多少天呢? 那導演就跟他說15天,不過他套戲要50天,那你要他怎麼拍呢? 那結果不到他去控制的,所以呢,我覺得這句是最重要的 大家聽這句就行了,啊,他就說,全行啊,都認為我這個傻佬 賣了層樓,90%是沒得翻盤的,即是我只希望說回個真實情況給大家聽 看不看呢,就不是很緊要,簡單說,即是你不要以為,他為了賺錢才行啊 又坦白啊,我自己呢,對芷華的電影呢,我不覺得會是一些很,那些叫什麼啊? 即是劇情發展很緊湊那些來的,問題就是呢,他每一套戲其實都會帶出一些訊息給人喔 那但是他的那個電影手法方面呢,當然大家可以斟酌啦 即是,始終電影有他自己的節奏,我自己就一定會去看的啦 好,今天講著那麼多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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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